2月19日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联合公布新型冠状病毒部分结构3D模型图 这意味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苗研究往前推进了一大步 科学家们称赞这个3D模型图是应对新型肺炎的突破性进展 科学杂志在周三也刊登了这个3D模型图 研究团队主管麦克莱尔安解释道 研究工作能够进展得如此顺利 是因为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奥萨尔实验室在结构生物学上的杰出成就 目前尚无有效的医疗方法来治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疫苗研发出来至少在一年后 科学家们表示 希望中国和其他国家实施严格的隔离措施来抑制病毒的传播 使得研究员们有足够的时间研制出治愈药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